刘强东作为电商界仅次于马云的存在,在事业成功的同时,还将金华高材生奶茶妹妹成功追到手。 当时奶茶妹妹还没有毕业的时候,两人已经交往,在奶茶妹妹毕业的同年两人便已经结婚,对此不少人都表示,刘强东才是真正的赢家。 近日,刘强东在国外传出丑闻,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,毕竟不少人都特别喜欢他的电商平台,也经常在狗东正买东西,对于刘强东的好感相当不低,没想到如今却传出这等不堪的事情。 不禁令人尴尬,其实事情已经传出,选择相信刘强东的人却并不是很多,更多的变成调侃,不知道刘强东事后该如何弥补这件事情对自己公司的影响。 在刘强东涉嫌性签被捕之后,第一时间便已经被保释,而且作为一名相当有宁气的成功人士,连出入境都没有被限制,相信警方也根本不用怕他会跑掉。 就在事件传了一天之后,9月3日下午,京东义方终于给出消息,现今刘强东已经回国,不受出入境限制,但当地警方有需要的时候,还会传召他回去。 虽然刘强东回国,却没有为自己辩解,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没有默认的意思,或许刘强东也只想用警方最后宣布之口气,自己洗白也说不定。 至于事情的过程连一些大媒体也都没有搞清楚,所以对于刘强东还是不能妄下断定,但这件事情最尴尬的人,就要说奶茶妹妹张泽天了,当时选择了对的人,多年以来两人时不时便会出门游玩,和饮扫狗粮更是数不胜数。 如今刘强东传出这种事情,不知道回家之后该如何面对奶茶妹妹。 其实刘强东这件事情,有不少粉丝都表示很担心,毕竟刘强东从当时崛起到现在逐渐壮大,一直给人一种正能量的感觉,突然一下被爆丑闻,也是令人尴尬。 还有一部分网友则拿刘强东当年脸忙的事情调侃判刘强东,还有粉丝将刘强东之前的微博截图一阵调侃,虽然是调侃,但点到为止就好,在事情结束前一切都还不能妄下定断,所以还要等待警方下一步取证,给出最后的决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